比特币完全是压不住了 这是又要上涨的一个情况 拜登宣布去退出这一轮的一个 总统的一个选举 说明他已经放弃了 民主党已经放弃了 拜登这个傀儡 川普不可能是民主党的一个傀儡 所以那些有权的一个阶级 想要去暂时去退一个人上台 是有点困难的 目前川普的一个胜率 已经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一个情况 那拜登没有机会了 那下一波会推谁上来的民主党 是吧 民主党他是不支持这个加密货币的 那川普上台是肯定是推动 整个比特币的价格向上定义一个推动 是吧 所以大家都知道 川普在27号会进行一个演讲 说明比特币在27号之前 有可能会出现大的个上涨 那上个视频已经推论出来是吧 完全是压不住的 这一波期望美金 在27号之前 大概你能够去突破 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比特币价货ETF 周末里两天没有出现了 但是在这周肯定会出现大的一个 流入的一个情况 这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来看一下 特别是马斯克马斯克已经把他的头像改成一个激光眼 那这个激光眼在商轮流市当中是 他们的运动是推送比特币上10万美金 那目前他就暂时去换成这种激光眼了 说明比特币暗示着比特币要去突破10万美金的这个价格 那马斯克也说了是吧 这一波的话他更大的一个去支持川普 所以这一波行情肯定会被一些机构 还有一些牛逼的人有钱的人去带动起来 那特朗普上任之后 那首先立好的就是黄金 还有比特币 那比特币作为一个密 一个施杀交易的一些洗钱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个市场需要比特币这种东西去 去缓解股市上面的一个资金是吧 如果所有的资金都进入股市 那很多人资金一旦抽离出来 很多人就承受不住 暴跌夭杂了是吧 很多人承受不住 所以说来到比特币这个市场 你随便来个夭杂 它就是很合理的是吧 合理的割韭菜 所以那些机构只能去 来到比特币这个市场里面去玩了 所以啊 10万美金是币能够去推动 那既然它沿着我们的方向进行走了 那这一波行情 那肯定要去向上去走得更高 怎么去走 那我们就说非常明白是吧 大家来看一下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面 很多币种就出现了 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这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就是牛市的一个下一个阶段到了是吧 而且现在的话是7月22号是吧 还要往前 往前的话就是8月份到9月份 那9月份降息 那8月份肯定会出现 大的一个上涨 这时候资金进来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说 在近段时间 比特币要去推送到7万美金以上 大家来看一下 价格水平 那日线级别下方的MCD已经穿零轴 穿零轴意识着它有比较强的一个动能 大家来看一下周线级别 那周线级别之前是在上方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死差的一个情况 那么又出现多大的一个回调 随后在这个位置又暂时修复了 所以比特币来看很明白吧 它的一个位置打破之后 特别是在这个61500美金打破以后 它的价格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因为一小时级别 四小时级别都已经打破了 你随便在这个位置买都有10%的一个收益 那目前我们的目标价格已经移到上方的比较高的位置 上方的71500美金到712000这个水平 那这个水平在这周大概率能够去测试去上方的位置 这边基建很快能够去达到 所以现在你要去做空 我认为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不必冒这种风险顺势而为去操作 才是我们的一个大局观 摆正自己的思路 不要去跟这个磁场作对 否则的话会惨不忍睹 那很多朋友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老师我在下方的位置去做空了怎么办 是吧 很多人在下方 6万3做空了 什么感觉扛不住 你认为你扛得住吗 是吧 很难扛得住 这种行情 它一旦冲上去很难 再去瞎住车 除非有巨大的一个利空的消息 否则它就杀不住了 那这种动能是非常强劲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种行情一旦开始 它都会上涨50%到80%以上的一个上涨了 说明现在仅仅是一个咖啡菜 注意一个风险 那比特币近两天可能会测试7万美金这个水平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从一天之内 像这边依旧是比这边高 双方主念69,000这个水平 七天之内依旧是在这个69,000这里 一个月之内也是在69,000这个水平 那昨天我们说过一定会突破这个68,000这个水平 那果然是突破68之后出现短时间回踩 但是这种回踩并不是很深 不给到大家太多机会 那以太坊也是一样的 一天之内上方的一个阻力3600 七天之内压力量3600 依旧是在3600 所以以太坊的一个目标价格 近期它的压制点是在这个3600 那前段时间这个位置突破之后 都面临着它下不住车了 突破这个3350美金之后 它的价格就已经下不住了 那我们看这一波 它的一个价格推送 它应该都上行到3800多美金的水平 所以现在的一个以太坊的一个主力点 是在3800美金的水平 如果有回踩的一个机会 一定要去上车啊 这种震荡一下 那这个区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 现在都是给到很多机会大家去上车了 如果不懂怎么操作的话 可以点击能源的视频 下方链接这里 去加入能源的外面电报群了 知识能源怎么去加入能源的VIP社群了 那下方有交手链接 点击下方就可以去注册了 填一些优先码 就可以去最高免去60%手续费 一年下来省去不了钱 下方还有一些草币用的一个工具 能源日常用到呢 那今天内容的话 发信分享了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